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天文 下次地理 动作先机 赚第一手的钱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天地 我是陈静 目前的一个大盘指数 是呈现开高收红上涨的格局 那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一个大盘 是上涨了一个26点 那么预估的一个成料量 今天大约是在740亿元左右 那仍然是呈现的一个 比较相对量人萎缩的状态 那么在量人迟迟没有办法放大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问你 后市的一个行情到底怎么看 我知道目前很多人 都非常担心 都非常害怕 怕什么 怕说我现在的一个进场 我会不会成为最后一只的一个老鼠 怕说我现在的一个进场 会不会突然之间 反而是反转的一个下沙拉回呢 我想各位可能想太多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从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以来 不论是从2月5号 当时候新春开工盘 跳空重挫下跌 来到8230点位置去的时候 当时候老师就告诉过大家了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 结果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如果说你因为大盘 这样的一个跳空下跌 你在那边担心的一个话 结果你会发现 后来的一个大盘 从8230点 再一路的一个 上涨来到8787点 然后来到8787的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又因为什么 反弧帽学运的一个事件 使得大盘再度的一个回撤8508 而当大盘再度的一个 拉回整理的一个时候 很多人又开始在担心了 担心说这样的一个行情 会不会持续再度的一个 下沙探底的一个同时 但是老师跟他说过了 机会跟危机只在一念时间 我告诉大家说 在这个时候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我请大家 你务必要好好来做一个把握 结果你可以看到 后来大盘 再从8508点 一路飙到9000点 来到9000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上冲下行 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但是中多的趋势 到底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嘛 所以很多人看到大盘 这样的一个拉回 很多人在担心说 大盘破了季限之后 还会不会再持续的一个 下沙的一个同时啊 结果你可以看到啊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啊 却是啊 悄悄的拉了上来 安拉了上来 今天持续的一个开高小涨 目前是小涨20几点做的时候 那么后市的行情怎么看 我要告诉大家是 不悲观啊 不看淡啊 好股票啊 续续标嘛 重点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掌握股票嘛 掌握个股标涨的一个利基 这才是重点嘛 所以我时常跟大家说过嘛 行情你一定要先定位嘛 趋势你必须要认清嘛 到底今年的一个行情 到底是多头年还是空头年 如果是多头年的话 那么拉回来的一个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是你可以来掌握的 盘市到底在涨什么 在叠什么 你要知道嘛 当你知道 你才不会像虎头昌银一样啊 每天在那边重复啊 做最高杀低的一个动作啊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过啊 你要了解说 目前的一个控盘者 他到底在想什么事情 为什么在这段的一个时间里面 来到九千点的一个关卡 这个时候 一直没有办法放量出来 其实控盘者也知道嘛 我这个时候如果说啊 我直接放量 俗话说来的快去的也快嘛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直接放量 供上去那行情是不是很快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时候控盘者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什么 我慢慢来 我慢慢来 我有个股来做一个飙涨 所以你会发现啊 这段的一个时间啊 真的是啊 个股飙翻天啊 那么在个股飙翻天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问大家 你要怎么做 要怎么样来掌握呢 同样是生技股 4月23号的时候 我帮大家掌握到合一 当时候4月23号 老师还特别啊 送了一份啊 巴仙过海金飙股的一个资料啊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份资料里面 包括有软板之王的一个加联益 当时候从4月11号35块8 我们带会员朋友第一波先赚到45块6 来到45块6之后 你可以看到第二波为什么会再拉回 我也告诉过大家嘛 因为第一季本来就是他的淡季嘛 季报效应之后 然后他会顺势做拉回 但是在做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要了解的是什么 股价是在反映未来 不是在反映过去啊 你要了解的是啊 他的一个未来 他的营收 他的业绩 他的爆发力到底有多大嘛 所以你会发现 当再度拉回来 大瓦39块3 再度回撤的一个时候 我们啊 40块6 我们再度带着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再度出手 一出手 马上 就是 坐驾墙盘上来 包括苏纽之王的一个照例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啊 为什么这一波啊 照例能够飙得那么的一个凶 从4月23号的时候 老师就送给大家了咧 有没有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4月23号送给你的啊 你看3548的一个照例啊 苏纽之王的一个朝国舅啊 当时候很多人说啊 哎呦 NV可能今年会衰退啊 但是 你不要忘了 今年是XP的一个换机潮 XP换机潮 它会带动什么 NV 它的一个轴层的需求的一个增加 那带动NV需求的一个增加 那你去想想看哦 当NV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加 那它的一个业绩 会不会上来 会上来嘛 业绩会上来嘛 但业绩会上来 你要怎么做啊 你当然要先卡在 卡在什么 轿子上嘛 让这些市场上的业内 市场上的一个法人 来追随我们 来帮我们做抬轿 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照例 这一波 老师没让大家落开 你看看这一波的照例 标得多凶啊 后来老师又跟他说过什么 4月23号保健之王的一个合一啊 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市场上没有人跟你讲合一啊 每个人都是啊 大厂上来的时候才告诉你啊 合一好合一棒啊 但是4月23号的时候 老师就已经告诉你了 而且送给你啊 来导播照镜一下 4743的合一啊 保健之王的一个铝冰啊 当时候有拿到这份资料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嘛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当时候我们会选择合一啊 现在很多人啊 会跟你讲啊 什么ON101啊 的一个什么 伤口愈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耀啊 即将渴望认证通过啊 但是 还没有认证通过的时候 你就要卡在座位上嘛 卡在轿子上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4月23号 当时候才在51块哦 老师给大家的股票都是名门正派 有价有量的一个好股票哦 每天都有机会让你可以来上车 结果你可以看到 合一从51块一路飙到68块啊 来到68块市场上一窝蜂啊 又开始在追捧我们的一个股票啊 当然啊 我们也很乐意啦 那能够帮助大家 在这个市场上 来创造更好更棒的一个获利 这也是老师的一个责任 也是老师的一个使命啊 我们也恭喜啊 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恭喜 全国所有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那么如果说 像之前的赵奥利 之前的一个合一这些的一个标股 等等的一个股票 可以让你开心大赚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好机会 你错过了 紧接着 老师又告诉你什么股票 我说我们要挑我们就是要挑选什么 最好最棒的一个股票嘛 新药之王的一个GR 或者保健之王的一个合一 这些的一个股票你错过了 你第一时间你没有跟上 没有关系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紧接下来老师告诉你什么 西财的获利网嘛 我们要做当然是要做最好的啊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太薄 老师什么时候就告诉你的 你来看哦 老师什么时候 5月9号啊 5月9号啊 在我们FB的一个标股天地脸书上啊 你看 4736的泰博啊 3533的一个加折 加折啊 连续五天啊 狂标四根掌停板啊 今天还持续的一个大涨啊 4736的一个泰博 你看 次于5月9号的时候 就跟他做分享了 为什么当时我会选择泰博 因为他去年的获利 赚了5块多 比前年的一个获利2块多 还要成长超过一倍 而且手继他的一个财报 缴出来的一个成绩 是大赚1.8块 毛利率超过46% 那你去想一想看 这么好的一个获利 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那么当啊 基亚已经标来标到啊 474块的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市场上的一个业内 他们的一个资金会掌握 会转进到哪里的一个股票 就是老师告诉大家这一档嘛 雪塘机的一个泰博嘛 那你可以看到 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在平板的时候 我们就带会员朋友 布局买金 当天现买现赚 会员朋友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然后你看 礼拜五的时候马上就怎样 亮灯涨停板 恭喜啊 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然后昨天呢 亮灯涨停板 你看两天两根的一个涨停板嘛 两天两根的一个涨停板嘛 我们当然是怎么样 顺势先获利开心怎么样 开心出一半嘛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这样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 三天的一个时间 16.3%的一个获利 等于是说你今天你投资100万 三天的一个时间 就16.3% 16万的一个获利啊 你可以开心获利换口袋啊 那么如果说5月9号 当然是赚的更多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一个老师啊 能不能够啊 领先市长 帮他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创造获利 创造财户 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为什么啊 为什么不敢买 因为看到大阪的一个量说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哇在这个市场上会不会有风险啊 会不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风险啊 所以啊 以至于啊 很多的一个怎样 一般的一个股民啊 为什么会赚不到钱 因为人性本来就讨厌风险嘛 啊大家都是好 好获小利而思大利嘛 啊每个人都要等到什么 等到确认的时候 才想要进场 那我问你哦 如果说真的等到你确认的时候 你才想要进场的话 那你看嘛 你如果说你看到 你看到的一个泰伯啊 涨停板的时候 啊昨天涨停 哇两根涨停再去追的话 那么今天就开始震荡了嘛 但是你如果说你是跟着我们的一个脚步 在上礼拜四买的话 那你看这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就是你的嘛 所以一个老师啊 有没有实力有没有本事啊 来帮各位来创造更好更棒的一个获利 我相信啊大家都有目共睹啦 当然这些的一个股票大涨上来 老师也不是叫大家去做最高的一个动作 我是希望大家真的 你要把握第一时间的一个买点 第一时间进场的机会 那么如果说像之前的一个合一机啊 甚至泰伯这些的一个股票你错过了 那么昨天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一档股票 这一档也是四七类的 四七类的 光学镜片的转机网 哇上礼拜好棒哦 两根的黑黑棒 拉回来测试景线啊 只有价位只有多少 一字头而已耶 只有一字头而已耶 那为什么一字头你再拉回来很棒 因为他的一个营收他的转机 味道十足嘛 而且营收连针超过八成 那么你想想看 营收这么好 这种股票要不要涨 要不要涨 当然要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昨天亮灯涨零板 今天早上一开盘 也是不多说 就是很快的就是亮灯涨零板 那这档到底是什么股票 那我还不准备公开啦 那明天如果再拉的话 我自然会公开跟大家来做分享啦 满满获利满满幸福啦 那么如果说你想知道这一档光学镜片的一个转机网 或者是下一档的一个标股到底在哪边 我们欢迎大家 你利用广告中的电话 你把这个电话把它拨通 欢迎大家预约盘中的一个买点 你打电话进来 如果有好的股票好的买点 第一时间 老师会马上通知大家 让各位啊 可以掌握第一时间的一个机会 赚取啊第一手的一个获利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咯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格局决定结局 态度决定高度 今天你要过着什么样的一个生活 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在看待这样的一个行情 如果说你每天都认为说 哇量不够啦 然后呢 九天点关卡 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那么我会告诉你 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好股票 你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一个错过 比如说我们就以八线过海啊 各显成通啊 4月23号 老师所送给大家 这一份的资料为例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份资料里面 老师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比如说啦 我们以啊 软板之王的一个啊 加联益来说啊 你可以看到 加联益这档的一个股票 老师在什么时候 我们就带会员朋友 已经坐在轿上了 4月11号 4月11号 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啊 今天老师不是等到大涨上来啊 哇已经大涨来到了 44块45块的时候啊 才带你去做最高的哦 我们是在4月11号 当时候还在三字熟 35块8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带着 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坐在轿子上了 为什么当时候老师 会锁定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因为它是一档软板厂 今年打入了一个iPhone6的供应链 还有小米机的一个供应链啊 那你可以看到 它去年的一个第四季 缴出了每股EPS 达到1.3块钱的一个好成绩 这个是创它 历年来单季的一个新高的一个记录 所以 像这样的一个好股票 它要不要先拉一波再说 当然要先拉一波再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 4月11号带会员朋友布局买进之后 然后第一波从35块8 先赚到45块6 这样一波大涨上来 27.4%的一个获利啊 然后来到45块6的一个时候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它还会做拉回呢 因为iPhone6要什么时候才上市 要等到8月份嘛 本来9月份 现在提前到8月份啦 8月份上市 供应链要备料 最快也是到5月 5月才开始啊 所以第一季 5月15号的一个财报出炉 想必它的手机的每股EPS 表现可能不是很理想 果然就是如同我们的一个手料 手机的一个EPS表现不是很理想 所以股价它还会再做拉回 但是在做拉回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跟他说过嘛 股价是反应未来 不是在反应过去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拉回量缩价稳要怎么操作啊 各位啊 要怎么操作啊 我相信啊 每天每天啊 老师啊 每天每天都跟他做分享 不论啊 涨跌啦 老师都是一五一十啊 跟他做分享 那么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还是持续的一个看好 但是买点很抱歉啦 因为 法规的一个规定盘中的一个节目 老师 重难想告诉你 但是因为法规规定 没有办法告诉你 如果你想知道 你就把电话拨通 老师来帮助你 那么包含的一个枢纽之王的一个照例 也是一样 当时候老师上课给大家的时候 当时候还在三字头 结果后来你可以看到啊 照例这一波这样标了多少 三成啊 对不对 标三成轻松卖 开心转嘛 后面涨跌就不关我们的一个事了嘛 那为什么照例能够这样的一个标 我就跟他说过了嘛 因为他的一个这样 获利啊 你可以看到他去年的获利连增将近五成嘛 而且插逼穿戴装置物联网的一个商机啊 张中某也说嘛 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商机就是在物林网嘛 所以你看嘛 我们掌握了一个第一手的一个讯息 掌握第一时间的一个买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轻轻松松的一个来赚嘛 包含保健之王的一个合一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在4月23号51块的时候 市场上我敢说没有一个老师告诉你 大部分都是大涨上来的时候 才来追捧我们的一个股票啦 当然我们也很欢迎啦 只是在追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希望各位你真的要小心啦 因为市场上谁才能够真正来帮你 我相信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 你可以看到4月23号在51块 后来拉到多少 68块 又是画下完美的一个据点 那么当这些的一个股票 党党可以让你开心大赚的一个好机会 但是你错过了 我说过没有关系嘛 因为老师的口袋名单里面 还有更好更棒的一个股票 要邀请你一起来共享胜局 结果你可以发现啦 在上礼拜的一个时候 老师就跟他说过了嘛 不只是在上礼拜 他在5月9号的一个FB联署上 老师就要分享了 泰博一财的获利王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他是雪塘基的 景气的一个护输 你可以看到带动他的一个去年的美股 获利赚了5块多 比前年的获利2块多 是大幅成长超过一倍以上 而且你可以看到手机美股的EPS是大赚了1.8块 所以当合一当基亚大涨上来之后 那么你想想看 这些市场上的控盘者 这些市场上的一个业内 合一大涨了 基亚大涨了 他会不会去做最高的动作 不会嘛 他一定会先让他们先洗盘嘛 这个时候资金会流到哪一边 老师跟他讲的嘛 你可以看到 会员朋友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你可以看到 两根的一个怎么样 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开心赚 开心获利换口袋 你可以看到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开心获利换口袋 这样又16.3% 真的是满满的一个获利 满满的一个幸福 我相信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都在看老师的节目 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都有目共睹啊 包括这一档 在昨天 老师也特别跟大家做分享 我说光学晶片的一个转机王 市区开头的一个股票 那么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老师会看好他 他只有一字头而已 当时候在上礼拜 还不到14块的时候 两根黑黑棒 很多人看到黑黑棒 很多人绝对不敢买 但是两根黑黑棒 让老师知道 这个就是最好的机会 最好的买点 为什么 因为什么 2月营收年增超过150% 3月又年增超过多少80% 然后4月又年增超过80% 你可以看到 匹吉泰来大翻身 营运的一个看涨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买进之后 新标股三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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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进之后 现买现赚掌停板 然后今天呢 哇 好强喔 各位 好强喔 你会发现 老师帮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所挑选的一个股票 绝对都是有价有量 明明正派 一等一的一个好股票 因为这是老师的一个责任啊 我希望啊 就是啊 能够带给更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更多的一个会员朋友 能够有满满的一个获利 满满的一个幸福啊 如果说之前的一个合一 之前的一个G啊 甚至啊 加联益也好 甚至啊 枢纽之王的一个照例 这些的一个股票 等等 都可以让你开心大赚的一个好机会 但是 你错过了 或者是 没有跟上的一个投资好朋友们 那么现在 怎么办 你要怎么样来挑 怎么样来掌握呢 所以啊 今天 老师啊 很大方 我说过啊 老师非常乐意来帮助大家 有钱大家赚 所以这一档 除了这一档光学晶片的一个转机王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它到底是哪一档呢 如果说你想知道 我们欢迎大家广告当中 把电话拨通 或者有其他的一个好股票 当有好的买点出现了一个时候 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第一时间的一个讯息 第一时间的一个买点 欢迎预约盘中的一个买点 这就是大家超凡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不关注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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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